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用大笔刷 那边缘的部分我整个用比较寒的色调 那我现在是用普鲁斯兰 加一点点珠虹进来 稍微让它的彩度降一点点 这个照的时候是傍晚的时候 大概五六点吧 然后就是一样下雨 反正九份就是一直下雨 这边有点激 看一下有这个激励 不知道是什么感觉 诶我混一下好了 那一点进来 试试看是什么样的效果 那两个地方我都先留下来 不知道是什么效果 来这边留下来 好那接下来 就用喷 喷洒的 做一些 感覺 我两个地方都先留下来 不做它 玫瑰洒的 玫瑰洒 把它撒落下来 上面再加重一点点 每公共加下来 每公共加下来 普鲁斯兰加一起 再来一层 然后人的部分 明暗面先做一做 这里有一个人 衣服是亮的 所以我们留下来 这边衣服先划过去 这个 这个 这个还有加了那个 沉淀液 嗯 它好像把它 颜色撞开了 对 我刚才下 沉淀液的地方 它 我刚才有做两次 一次是直接先下在底 那一次是加在颜色里面 那 感觉上面有点 很类似像接手的感觉 这个区域有点像接手的感觉 因为我没有用过 对 就是 有点像接手 可是接手会比较 明显 对会比较明显 但是它这个比较细腻一点点 什么是接手 接手是那个 油化的打底器 石膏打底器 石膏打底器 它是石膏打底器 这个部分我们下个学集 我们再来做其他的 合并练习 跟那个 比较 诶什么 就是我们这学集 有做了一些特别的效果 我们一起 再来玩 玩更深入一点点 用接手混在 混合多一点点 下 那这边 颜色 让它运一点点进来 地方 好 其他地方 这边 这个效果也还蛮有趣的 这部分 那个 灯笼 把它擦掉 灯笼擦掉一些 然后颜色补上去 噢 葛红 出红 点车上先上 就直接上就好了 里面有些亮点的地方 直接打上去 老师 请问右边的房子 楼上是暗面 然后楼下比较亮吗 诶 对 它是到这边 比较 比较暗 可是我们这边可能 不会画到那么暗 还是以这边对比 强烈为主角 去处理它 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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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不用画 都是亮的 对 但是不要画 不要画 不要画 因为画了之后 可能会破坏掉我们的 这边的聚焦的感觉 所以这边我会 尽量放掉多一点点 用其他的颜色去处理它 这边基底的确 那个 上不去 对 它会有点上不去的感觉 对 会有点撞开 还蛮有趣的 诶 那个 我们没有业配 所以 不做广告 哈哈哈哈 没有啦 那个德重兄会把那个 诶 刚才有照了啦 大家有兴趣的时候 可以去玩玩看 他可能要 做在底下 那我刚才有试着 加在颜料里面 好像 没什么效果 应该是要先做底层的 这个部分 好 再来 红折色 做底层 湿的时候 上颜色 还是干的时候 其实我还没有干我就上颜色了 但是它已经就有效果了 就我还没干的时候我就上颜色了 它就有效果 所以 如果 如果等完全干的时候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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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试试看 就是 我刚才是好像没有完全干我就上色了 那 可能干了之后 应该会比较更明显 我在想 应该是这样 所以这个部分 大家可以再 好好地玩一玩 我现在是那个珠虹加那个红折色 做那个 按的 下面这个亮的地方 这刷 加一点点 绿色进来 加点速率进来 跟红折色混一下 约到上面 折色越多一些些 来 红色的那个 你看它那个沉淀液会在这边 结成粒 诶 诶 而且有折色的 嗯 它会结成一块块的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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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颜色 红色直接来 厚 让它跟旁边运在一起 没有关系 厚 诶 玫瑰 这边我先溜一下 避免等下 整个颜色都 跑掉 厚 那这边我就 没关系了 就花过来 然后 珠虹 葛虹 葛虹 留一道白 彩度越高一点点 颜色让它晕出来 这是那个雨伞的部分 然后衣服的部分 好 然後這是透明雨傘對不對 稀釋一下 留一些白色下來 然後用底色做一下就好了 這邊 彩度高一點的藍 下來 好,這邊的雨傘可以改用 那個 珠紅色 一樣改成珠紅色 好,這邊傘就多了 人物的部分 一些地方我們擦一下 好,雨傘這個堆疊 好,雨傘這個堆疊 好 人物的部分 如果你回家的話 你就等它乾了再化沒有關係 比較不會整個都混在一起 然後紙 粉紅色 加一點天藍 好,加一點天藍 好,加一點天藍 要 可以留 一點點就好了 那因為我現在時間比較趕 所以我可能就用那個 白色 不透明的顏色 直接處理掉就好了 但是你們可以用留的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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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低層的鋪陳先把它這樣子做出來讓它暈開 這樣效果會比較好一點點 例如說如果說這樣子的話 你可以等乾再做下一層 不用急 因為你一急的話它會整個會糊在一起 這時候就等乾就好了 但是因為我們時間的關係我們就 對 就這個程度 例如說到這個程度你就先等它乾 然後再做下一層 這樣你會比較好處理它 這顏色我畫淡一點 綠珊 紫色的 稍微淡一點點 然後人 部分 那個 紅紫色加一點紫色 這個人 這個人 這個人的部分 就會很接近我們上一次同學練習的 但是再更精緻一點點的那個人 再來是那個誰 惠琳是不是 還有 還有 燕琳 你們他們兩個的 這個 就是再往 再清楚一點點的人 畫得非常好 你們可以拿出來看一下 就是那個感覺就對了 就是那個感覺就對了 它有蜘蛛石耶 這個 這個 這個是不是蜘蛛 不是 這是那個蜘蛛的關係 對 它是那個顏色碰撞的效果而已 應該 那個不是 應該不是沈澱液的效果 就是 這些輔助液 因為我比較 我自己也很少用 所以 大家可以多嘗試看看 就可以試試看啦 就是你如果喜歡 這種不同的效果 是可以去玩的 然後 配琴的人 慢慢的把人的部分 給凸顯出來 山谷這邊 好 點點狀的部分 好 接下來 我先吹乾一下下 這樣比較快 然後把人凸顯出來就好了 對不對 對 也就是沒有乾 所以刷了之後再刷上去 它就 彩色 它就變這個狀況 那拼粉就上不去了 對對對 有點上不去的感覺 所以這跟接手有點像 但是齁 因為我剛才是 刷上去它沒有乾 我在想乾的可能又會不一樣 所以你可能要去試 乾的跟沒乾的時候 發生的那個 撞擊的狀況 定去做 再去 判定你要怎麼去使用它 好 應該是還蠻有趣的 可以做做看 好 那我們接下來趕快繼續做 這沉澱液有沒有用 都還沒有用 我覺得沉澱液 沉澱液 因為我們上 它其實 就是變一粒一粒 對對對 就沉澱出 我覺得 沉澱液 但是這樣 這樣白一塊 這樣子 感覺是什麼 是什麼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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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什麼 會用到這種 不可能每一張都用 可以啊 你可以每一張都用 可是這樣白一塊 欸 就是 它就是要讓你去 有一點 就白一塊 我也不知道 就會覺得不會破壞畫面 你做多了就不會破壞畫面 那就是 很怪的講法 其實它就是會有一種 就是我們講的 有點 譬如說畫什麼 容易需要一個 這樣白一塊 欸 那個會 好 這個部分呢 讓我們用一些作品來解釋一下 好了 你們會比較容易理解 這個部分 它會比較 弄在 例如說 整體構圖上面的一個 小小的變化 譬如說 把它做得很 有點抽象啊 或是怎麼樣的感覺 可是 基本上 你如果有這樣的原則 在的狀況之下 應該每一張都要做成那樣 就會變成你自己的風格 就不管什麼 畫題材在你手上 你都可以畫成那個樣子 那這個就會變成 你自己的創作的感覺 就是這個技巧 就變成你的 創作 對創作的一個部分 就是 如果你要深入去做創作的部分 你勢必要去研發一點 屬於自己的技巧 就像 對球胸的東西 但是我們不方便在這邊公佈 那是他自己的版權的問題 好好好 人的部分 背景的那個 就是下面的部分 我們加重 台階的地方加重 紅褶色 紅褶色加一點點 膠褶色再進來 因為紅褶色好像不太夠 然後 稀釋一點點 按面這個地方 再用淡一點點 這樣還是太深 樓梯的部分 我現在用後面按的地方 把前面 撐托出來 它的提帶 留下來 這樣這個人就會跑出來了 開始 就 譬如說 以目前狀況 齁 時間不夠狀況 我就會把中間這個地方 齁 盡量給凸顯出來 然後 然後樓梯的部分 因為他是有點油上 往下看齁 所以靠近 這個階梯 這是平面 這是立面 的部分 所以這個靠近這邊 稍微按一點點 稍微按一點點把它做出來 然後這邊 我要把它暈上來 刷一點水 把它帶上來 像這個部分 我就會刷水 什麼時候要刷水 就是在這個地方 我要讓它銜接的部分 我就會刷水 讓它自然一點點 然後這邊要強烈的部分 我就不刷水 讓它很強烈的出來 所以這個時候在於 要不要刷水 還是 關鍵點在於 你要不要讓它 是比較平順 那平順不是說 不是說每一個地方 都要做這個動作 就是我剛才講的 你如果 踩度要 要略為高一點點 那你先不要刷水 到最後面的地方 好 這邊 再加重一點 這邊 再加重一點 那這裡一個人 旁邊加深 出來 這個人的邊緣就會跑出來 那你如果覺得太銳利的話 下一點水 讓它暈進來 它這邊就會比較糊一點點 那這邊你就可以下一點水 然後接下來 這是透明傘的部分 開始刷 慢慢地往上做 然後做到上面的顏色 讓它慢慢地變成藍色的部分 藍紫色的部分 越往上 越變成藍紫色 讓它慢慢地放 跟背景的顏色 融在一起 階梯的部分 你就可以這樣畫 一直往上畫上去 然後這邊 把顏色帶出來 慢慢地把這些層次 拉出來 那個亮這個招牌 那這邊 我們沒有要做那麼多 我們就盡量 先收掉一些出來 那個燈籠的部分 你可以慢慢做出 有點像雲霧狀的感覺 這邊一個人 慢慢地把人 一個區塊一個區塊的 分離出來 但是還是以中間這個區塊為主 所以你這個區塊的 盡量多花一點點 去做 好 那這邊 因為我們不會做很多 所以 例如說 這部分 可以再 加一點點進來 加一點甜藍 加一點乾的皮醋 進來 然後到中間 把它合起來 這邊的人 這邊的人 穿雨衣 這邊很多比較細膩的地方 但是這邊的明度 盡量 降低一點點 而且啊 你可以用 就是用藍紫色來處理就好 你不用顏色到這麼複雜 越到後面 把它變成單色的感覺 這是你可以去做的一個手法 讓它簡單化 然後前面的 那個顏色變化豐富一點點 那你這樣子就會從前面到後面的整個感覺 就會開始不一樣 除了那個 明度的變化 前面 前面是對比度是大 然後顏色比較豐富一點點 到後面是顏色 變成是單純的感覺 就一層一層 慢慢的把它給 拉出來 然後這邊的人 做一下 這個穿雨衣的人 所以我後面用 藍色跟紫色來做就好了 這肩膀齁 留一道亮的 但是 看狀況啦 可能後面不用到那麼亮 因為這個是雨天 但是你只要留一道亮的就好 然後 整個畫黑了之後啊 用珠虹 把人的臉點上去就好了 稍微點一下 好 畫到這樣之後 接下來 這我們的布局完了之後 你就開始 一個一個慢慢 把那個 小的膠點的部分 做一下 例如說 這個雨傘的部分 把一些層次交接 更為明顯的地方 處理一下 開始針對 這些 膠點的地方 像膝蓋這邊 比較深一點點 慢慢做 像這個人的衣服 分出來 再把細節做 略為再精緻一點點 人的部分 衣服 衣服 然後這邊的部分 一樣 用單色 處理就好了 好 好 你就不用處理的過多 就是 以中間這個區塊 為主 慢慢的把它整理起來 就好了 好不好 我們先 坐到這邊 不要畫 盡量以中間這裡 區塊為主